再撒一泡吧,孩子 我的闺女 过来过来 闺女 女儿就叫克子 克子 就是女儿 然后克兹勒 克兹勒就是红色 新疆有个粥,自制粥 叫这个克兹勒酥 克兹自制粥 克兹勒红色,酥是水 这个还有一个城市 叫阿克苏 白色,酥是水 白水,白河 那个叫洪水,洪河 这个土耳其 也有两条河流 一个叫阿克苏河,白河 一个叫克兹勒酥河,洪河 跟中国新疆的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从语言上 至少百分之三四十吧 是接近的 这个在胡锦涛时期吧 我想想哪年 2004年 2004年在胡锦涛时期 我认识的这个中国医协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 那儿的那个维吾尔族的那个什么编辑呀 中国穆斯林杂志的编辑 这个我跟他一块吃过两次饭 然后 这个他说如果他 他去了一次土耳其留学 去了一年半呀 还是一年呀 时间不长 去那个土耳其第三大城市吧 叫伊兹米尔 伊兹米尔就在这个爱秦海的边上 这个离这个希腊 很近啊 因为那个爱秦海里边的岛屿 虽然离土耳其近 但是都归希腊 实际上土耳其的这个 小亚西亚半岛 挨着这个爱秦海的这部分 历史上都是希腊人 都是希腊人啊 这个土耳其人来了 不但占了希腊人的地方 还占了库尔德人的地方 亚美尼亚人的地方 占了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 波黑 是吧 这个土耳其占了很多地方 包括阿拉伯 是吧 也门 汉制 内制 西甲兹 叙利亚 黎巴嫩 巴勒斯坦 埃及 利比亚 是吧 整个啊 这个环地中海 几乎都被他占了至少一半还多 至少一半还多啊 这个 所以啊 这个 所以这个这个土耳其啊 就想当那个突厥与世界的这个整个突厥民族的老大啊 所以中国政府对土耳其一直是提防着啊 所以他要去的话 要写保证书啊 你得保证什么什么时间回来 而且他好像是两口子 他老婆在这个中国啊 在一呃 在这个科威特驻华使馆 在科威特驻华使馆 他老婆我估计啊 我估计是我没问他 他老婆不能跟他同时去 怕他们就不回来了啊 反正有一个得留在国内 应该是这样 他老婆会汉语 维吾尔语 阿拉伯语和英语啊 所以在这个科威特使馆 应该是这种高工资啊 属于这种精英吧 阿图什啊 阿图什市内 维吾尔人多 整个克兹勒苏也是维吾尔人多 有一个阿图什下面有个县 叫阿和齐吧 阿和齐 阿和齐的意思就是白色的积极草 然后那个县有一哥们来北京打工 他那个老板也是他们维吾尔族的 就是这个南疆喀什那边 是加石县的 还是这个喀什市的 喀什叫喀什戈尔 喀什人叫喀什戈尔勒克 然后这个 他打工 打工 然后那个每个月要把工资寄回去吧 他不会写汉字 然后到到这个邮局 他没法寄这个 汇款单不会填 然后我说我给你弄吧 然后就到邮局 我帮他填汇款单 他把他的身份证给我 这就是这百万庄 西城百万庄 那个就叫做新疆穆斯林美食城 但是后来他那个合同到期了 这个新疆这个维吾尔族的老板 他私自没经过人家同意 没经过人家真正的这个房东 或者是这个一手的这个成租人 他顶多是二房东 甚至三房东 他把这房子要转让 但是人家跟他打官司了 打官司之后他都不走 他耍赖 然后让他的伙计就跟那住 就跟那个房子里住 他不走 到了那个法院 我看见给他贴的那个 贴的那告示吧 现期他撤离 他也不撤 那是胡锦涛时期吧 09年以后了 后来都 09年以后了 就是七五事件以后了 他还不走 那会是 你按照中国政府 或者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啊 这个北京人或者内地人口里人的观点 就认为比较软弱 我听说啊 我听说到了最后还给了他十万 根本就不应该给他钱 甚至他还应该给这边钱 明明是他为约啊 这个当然他也找过我 他说我们在这租房也不好租 你能不能给我帮忙啊 我这我帮不了 是吧 比如他们回老家呀 有时候我开车送他们到西客栈呀 或者回家没钱 我给花个六百多吧 六百多 六百五人民币 帮他们其中的那个服务员买个买个车票什么的 请他们吃个饭聊聊天 这行 是吧 这个因为你不好租房 这来自公安局或者政府 我没法帮你 跟政府 跟整个体制来抗衡 对不对 好像那个塞福鼎 塞福鼎爱泽兹 就是新疆 不是新疆 就是俄罗斯的那个 喀山 就是喀赞 就是那个达达斯坦 好像那出生的啊 阿图什人 他是克兹 克兹勒苏克尔克兹的首府 他们那个阿图什人 实际上主要是维吾尔人 阿图什的维吾尔人 他们比较有经商的传统 都跑到俄国的福尔加河呀 甚至更远的地方去经商 当然中亚更不在话下了 乌兹别克呀 费尔甘纳绿洲啊 绿洲叫波斯坦呀 是吧 当然那个主体民族克州是那个什么 克尔克兹 在国外叫吉尔吉斯 克尔克兹的意思就是 40个姑娘 他分成了左翼右翼 左20个姑娘 又20个姑娘 实际上说是40个姑娘 就是40个这个老母亲老奶奶 40个女性祖先 他这个40个部落分成里和外 里外啊 有好多比较著名的部落 在很多蒙古或者突厥民族里边都有共同的部落 比如说克尔克部落 克尔克也叫清查部落啊 金帐汉国也叫清查汉国 也叫这个克尔克汉国啊 这个克尔克或者清查 其实就是比如说清查草原 克尔克草原指的就是哈萨克草原 基本上是同一个地区或者同一波人啊 他们那个著名的那个史诗都达到十几万行 甚至几十万行 因为这个不同的年代 他不断的往里加东西啊 有的时候晚上小孩们睡着了 这个吟唱这个马纳斯的那个诗人 或者这种吟唱的这种高人吧 他会唱一些比如说这个男男女女啊 色情啊 这个这个做爱啊 性生活也加点这东西啊 就是为了逗乐 然后大家给多给赏钱 他是个职业啊 现在在中国研究这个的是那个谁 居素普妈妈 居素普也叫玉素普 就是约瑟夫 法国叫若斯潘啊 这个研究这个的人 他的亲侄女 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维哈科语言学院的 那个托汉老师 然后托汉老师的丈夫 啊 这个这个丈夫叫苦业务 啊 老婆叫俺业努 啊 我说的哈萨克语 克尔克兹语和哈萨克语接近 然后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接近 他们是啊 都是突厥语族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有的是这个克普恰克语之 有的叫东匈语之 东匈牙利语之啊 他们有的语言很接近 很多单词是很像的 然后哎这个这个 哈哈白火白火 又白火了九分钟了啊 反正也没啥事干啊 这溜溜达达十来个小时咯 所以他们比如说新疆的维族啊 比如说哈族啊 科族啊 巫族啊 他们当然跟土耳其啊 跟中亚那些国家 从情感上 从语言上 从这个风俗习惯 宗教 他都比较的亲近 这没办法 你要说他完全没有这种离心倾向 这种独立倾向 他也不太符合这个人之常情吧